12月2日,YG娱乐社长杨贤硕在官方社群发布了关于Trader的最新消息及2025年计划的视频 他宣布,Trader将在12月5日发布全新数字单曲《Lost a Night》 并计划在明年2月发行迷你专辑,7到8月发布正规专辑 同时,杨贤硕透露Trader将迎来重大变革 即从2025年1月1日起,金军奎和阿萨黑将接替崔玄硕和朴志勋担任队长 此举是为了让团队保持创新与独特性 并计划每2到3年更换一次队长 这一消息顺势引发了粉丝们的广泛讨论与疑虑 许多人表示不解,认为更换队长的做法可能会带来不必要的内部矛盾和粉丝分裂 粉丝指出,崔玄硕和朴志勋已经很好的担任了队长职责 包括组织排练,对外沟通,音乐创作等方面 他们的付出受到广泛认可 因此,考虑到或许是让两人减压,又或者转变团队风格而更换队长 道人对于这个决定的必要性产生了质疑 认为这种变动可能更增加团队的压力 并带来更多比较与争议 对此,大家怎么认为呢? 欢迎留言讨论 爱豆韩社,每日解说这些韩语 欢迎赞和订阅哦 我们下期再见